光线昏暗的楼道 临楼搭建的脚手架 紧一人宽的房门 狭窄局促的屋子 正是香港深水部区 一座堂楼中的一幕 家住深水部的李女士 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和五岁的女儿 寄身于桂林街的 一套约六平方米的汤房之中 记者见到她时 她正在陪女儿上网课 李女士向记者透露 自己已轮后公屋四年 如今 他们窝居的汤房狭小逼色 楼道卫生条件堪忧 加之不少公共设施老化 楼内无法提供日常的网络服务 疫情以来的一年多时间 小女儿只能用家里 仅有的一台手机上网课 每月一百多港币的流量费 对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额外开支 日前 在港中资机构 联合深水部区议员 洛区上门为汤房家庭 送去WiFi带和数据卡 为该区的汤房儿童 提供网络支援 送了这个WiFi带 都可以帮到小朋友 就可以不用用那么多流量 以前的流量 我们只有百多元 一个月的数据 之后就会好卡 现在上档用手机 希望就 迟些有个iPad 可以连个WiFi带一起用 方便小朋友的眼睛 好一些 同样是居住在深水部区的汤房住户 这一份因网课造成的经济负担 对于拥有两个学龄儿童的 萧女士一家来说 更为沉重 一个小一 一个小二 以前买数据卡 就一个月两百多 现在就 发了两张卡 就可以拿来上 减轻一些负担 起码 好多谢中央 赞快地上公屋 让小朋友住的环境舒适 据悉 本次的支援服务 由在港中资企业 华润集团和中国移动 联合深水部区议员 共同发起 共计为深水部区的 70多户汤房家庭 提供了免费的网络服务 华润既是央企 其实也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香港企业 那华润一直以来 其实都是非常 有社会责任的 一个企业 进入社区 为基层的这些贫困 困难家庭 去做出一些服务 这次活动 最终的受益家庭 可能要大概 70户到80户这样子 主要是 汤房家庭的学童上网 你刚才也看到的 这个环境 非常狭窄 非常艰苦 一个是 它这个旧屋 这种楼层 它是没有上网 雇往的 另外一个 即使有雇往 它的费用非常高 所以这些家庭 很难承担 疫情期间 这个孩子上网 是一个 面对的一个 现实的困难 通过这种途径 去帮助这些贫困家庭 深耕社区工作十余载 深水部区议员刘佩玉 深岸住房问题 在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 本次的支援活动 虽只是解决住房问题的一小步 却也是重要一步 他呼吁香港社会各界 关注基层民众的住房问题 也为汤房户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很开心就和华院集团和中国移动一起合作 就是为这些汤房的小朋友 只需要一些WiFi弹和网络卡 我们很多基层的家长都和我们说 在疫情底下 他们是小朋友上网货的时候 遇到的困难 包括他们一些网络受阻 经常都会是断线 而且他们只能够用手机的流量 去帮小朋友上网货 所以我们今次就想到 可以将这些很实惠 很到位的一些设备 送给小朋友和基层家庭 其实这个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工作 是需要我们继续支援汤房户 我们都希望全社会 包括中资企业 包括社会上不同的善团 特区政府 全方位这样去支持他们 支援他们